Hello,我是Yimi Hello,我是Li 我們是Ami and Li 今天我們要聊一個大家都不想聊的話題 沒錯 渣男解剖書 對 日本渣男解剖書 那我們來想說為什麼要偷吃呢 這應該也不能算偷吃啦 應該是正道光明的吃 第四個也非常的 第四個就是我們要偷吃 對 所以他們根本壓根不絕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他們還真的不覺得 他們真的不覺得耶 我覺得他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會有一些很奇葩的案例 這我有點無法理解 但他們真的不覺得怎麼樣 他們真的不覺得怎麼樣 這段真愛持續交往 那男生離婚的 一開始那個前輩在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都會說 媽媽,我女兒好奇 但是我別人也不喜歡 之類的 大家都會這樣講 但他有離婚的時候 他真的要離婚 我反而會覺得說 你好啊 但日本人反而會覺得說 你不是為了小孩不離婚的 現在你一定要想來怎麼辦 所以這種 他還是在意那個 Gawa 就是 對,日本人到的關就是一個 很神奇 他寧願你有一個奇怪的盒子放在那邊 然後比較慢就玩到透開 對對對 然後反而你會因為一個萬元離婚 他才會覺得說 你怎麼可以玩到失心瘋了嗎 什麼的 對 好奇怪 好奇怪喔 因為他這個不是玩嗎 他這個就是 認真 真的愛上 對 還有我必須跟大家講 台灣人應該會覺得外語就不對吧 可是日本人覺得他認真 Honky的外語他更加沒有 他就覺得我Honky啦 對 我愛上了 你能管我嗎 真愛無敵 對啊 真的真的真的 然後我們就是跟那個男人聊 然後男人可能就說 你擋不住啊 恩恩 愛上了就擋不住 對 那在這地方他們的羅曼蒂克 跟泛文有點像 對 愛的國度 對 愛了怎麼辦 愛上了就離婚 對啊 不離婚的愛的國度 愛的國度 就會報告規範奇怪的國度 對 所以如果愛上了但是不離婚 反而會被搭協的嗎 真愛 真愛 但是要離婚了就會覺得 怎麼可以離婚 你小孩怎麼幹 小孩變成這樣 為什麼要出去為一個萬人離婚的 對 對 對 這一個是 就是 モテることが自分の自信 和ステンタスに繋がっている 這個有這個有 對啊 就是其實他就會覺得說 如果他自己是一個很熟患 一個海王 然後就很照 然後女生都可以約到很好的那種的話 他其實就是會覺得 代表他自己的一個地位 跟自信 像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是跟朋友炫耀說 欸我昨天約到那個正妹 誰誰誰 男人男人這樣 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跟有一些台灣男生 台灣男男生有時候也會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是本來那種模特技 因為你知道就是這種人 他的兄弟應該也都是差不多的 對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很凱文的 對 就是之前有一個小女生在追我 他就有跟我分享說 就是有一次他在青人時代 然後去了六本木的人 俱樂部 那就是很多玩咖劇集的地方 然後就遇到前輩 前輩有一個叫做 M4的團隊 超白癡的 不是就是流星幻言成 敘州語明 反正他就在那個Club 遇到前輩 然後前輩就跟他說 欸你現在幫我們找4個女生 搭3大4的女生過來 那因為前輩嘛 然後就很認真的打 搭搭搭搭4 然後把他們集中在那個Familess 結果後來那4個人就看了一下 都是醜女高鬼 哇塞 就這樣 然後他跟我講的時候說 我那天在那邊說 啊反正你不是也是玩咖嗎 然後他說 他要表達意思是 他沒有那麼玩咖 他沒有那麼爛 然後結果 把這個故事告訴另外的前輩 他說 這個就是入團考試啊 這如果都是合格的話 對就是你要當F4你就會需要 至少找一個可看的吧 然後我就覺得 這什麼事啊 這好白癡喔 可是就是有一些公司的 很像高中生欸 可是其實有一些公司團體 就是如果今天是 自己是最下面的 然後都是先拜 他真的是要去想辦法求我達成 所以Aron他會找帥哥進 然後就有帥哥的 成輩們 中間們 小弟們 然後小弟們就要負責 啊就跟羅智祥 拍地步而已 怎麼啊 就是這些都一樣啦 對啊 對啊 然後我們可憐的小弟弟他就 他就 好 接下來就是案例天 對 但是我覺得網上的案例都還蠻無聊的 對 沒錯 但我們可以講一些網上的案例 然後我們再講我們的案例 好 然後我們的案例有一個是 我覺得這個還蠻奇葩的 對 他就說他是一個女生嘛 然後那個 他有一個穩交的男朋友 然後那男朋友就跟他求婚了 他就覺得好那他要接受 所以那個時候就在 喬說要去見家長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後來他好像就覺得 最近就是行蹤有點怪怪的 他就覺得雖然不好 好像就是看到手機還是怎樣吧 欸你看不得了喔 就是你就看到他跟別的女生就是約會就算 他發現這個男生跟另外一個女生也在喬同家的事情 他同時要喬兩邊去見父母 對啊 超妙的 然後那個女生後來問那男生 那男的後來就說他就是看哪一個人 他可以結婚 所以他都求了 就沒想到兩個人答應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那他爸媽怎麼辦啊 對啊 欸可是我覺得這個爸媽他會配合小孩 就搞不好還幫他順便行啊 對 對 好荒謬的一個國家喔 很荒謬 對然後結果後來就很爽 對啊還好分得好啊 對啊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喔 對啊就是另外這個就比較常聽到的 就是他寫就是打工的電話 我猜他應該是咖啡子吧 因為他寫巴康庭 他跟他的閨蜜在同一個爸打工 然後他現在那個男朋友是他們的糾連就是常客 就有一天就是他好像 就是很多人很常跟風神人交往 對啊 因為他就有半童居嘛 就回到那個 男生家 對男生家 然後就發現男生跟他那個閨蜜 就是半裸躺在一起 然後那個男的還跟他說 就是他們沒有放什麼關係 然後就 誰會相信這個 那你幹嘛半裸躺在一起 沒事在家幹嘛啦 對啊 是為什麼要半裸 對對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他們都要搶閨蜜的 就是男人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真的不會覺得這樣 就是覺得被搶的人有問題 你讓人有盡可承 你沒本事 對真的真的都是這樣 百達之子 真的有感覺 然後這個也是分手啦 而且你有說為什麼大家都 都在家 沒有 我要跟你說為什麼 因為 為什麼不去開房間呢 因為魚館很貴 然後老婆很餓 可是 你去過老婆婆吧 沒有 老婆婆很餓啊 老婆婆就是 老婆婆跟你搭的頭叫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很老婆婆的感覺啊 而且你看 因為我去過台灣的 我覺得台灣 台灣很清潔啊 台灣的本 台灣的其實旅館是好啊 台灣的其實旅館是高級 就是一般的旅館不是一樣 不斷很瞎窄 然後又很Food stylish 然後 因為它又有QK 然後還有過夜嘛 就是時間制的嘛 所以你 我不知道 雖然他可能有把他炒乾淨 可是你進去之後 你會覺得 這就是很多人做過的地方啊 但是你覺得很多人做過的地方啊 所以 所以老婆婆很噁 我覺得 老婆婆會有點像卡拉OK會 可是你覺得 就是那些常住人 他會在意這件事情 會啊 因為女生要開心做 或男生要開心做 還是在比較習慣的地方 做比較好 可是在家裡很 我覺得在家裡比較不適 在旅館比較難做 因為不習慣 就沒辦法放鬆嘛 比較喜歡做的人 就比較喜歡在家裡做 因為那些人比較放鬆 對 可是重點就是 這些人 都不怕 不要怕 他們就是自以為自己 萬物異師這樣 那時候我還看了一大堆的文章 然後 大部分的女生 外遇都沒有被發現 對 女生應該比較沒有被發現 反正就是 很蠢 哈哈哈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非常非常可怕的渣男故事 這渣男真的是有夠渣的 所以我們只能再回雲看到 好 那我先跟她透露一下 因為她的外號叫做足球隊 所以她就是可以組足球代表隊 因為她 你看十一個欸 一個禮拜都輪不到一圈欸 你要兩個禮拜欸 一個月輪三圈這樣子 好 然後我要跟大家講這個故事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故事 就我從女生視角來講 就女生其實是外國人 然後她就遇到這個男的 然後男性是她的同事 但是 因為她喜歡上個男生的時候 她就會蠻喜歡這個男生 然後 那個男生長得超級無敵臭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醜 而且女生長得很可愛啊 然後 就比較難追我覺得 可是那個 可是她胸部超大 她就很瘦 但是她們就是關係就這樣 謙謙徹徹了幾多年 那個時候就忍耐蠻常見面 就可能有約會啊 什麼的 然後直到有一天 就在職場大家說 欸誰是要結婚的 就那個男的 對 那男要結婚了 因為她雖然真的很正 可是我們都知道她沒有男朋友 然後 我們都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沒有 因為妳就還是會有嘛 然後結果 原來是這樣 就是有一種 終於納得的感覺 然後 但這件事後來就在她公司 就是犯事變得有點軒然大波 因為 她上次就知道這件事嘛 然後因為這種事情就是 是一個醜聞嘛 對啊 所以她趕快把男生的叫出來 然後 你知道男生說什麼嗎 就是說 媽 人家都說她主角就是代表她 直接在那邊炫耀嘛 那就已經變成她的那個 自我形象的部分了 就是看見了 對 好可怕 好可怕